大家好 安吉拉的雪布车现在用不到了 然后 给萨迪卡 让萨迪卡去玩 萨迪卡坐进去 他哭 他不在那里面坐 这个想坐进去 这个刚才有好几次 他都想坐到里面去 然后就是不让他坐 因为现在他的重量 已经超载这个雪布车的重量了 这个 外面还有一个 我丈母娘 想让我大舅哥 和我大舅嫂子 帮我二舅哥找房子 然后我大舅哥和大舅嫂子说 他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怎么去找 他们又不经常在这里 然后我丈母娘就不高兴了 我大舅哥说只能慢慢看嘛 等看到房子再说 我大舅哥说不可能去特意的帮他去找房子 因为我大舅哥 因为我大舅哥在这边他一他不熟悉 这个地方 然后我大舅嫂子他更不熟悉 我老婆又把他弄出来了 他总是想坐进去 看到吃的了 这个小的和这家伙要吃的 他不给 这个小的刚开始出生的时候 然后和现在长得不一样 现在这个小的长得有点和 他大姨有点一样 有点像 特别像 要这个勺子呢 不给他 我老婆在做饭 我大舅嫂子往这上面坐 这个小的满地爬 十个月了 十个月了 腰头 窗帘 我带这嫂子 他们的窗帘 我大舅嫂子刚刚出去买的那个袜子 窗帘还有很多东西 看这几个玩的 我二舅哥他们一家 过来 刚才和我老婆还说呢 和我大舅哥 大舅嫂子也说 让我们在这里帮他找房子 他说他们家的老鼠太多 他们家住的那个地方 每天都有老鼠爬到他们屋里面去 你干啥呢 安吉拉想把这个抽屉打开 想爬到这个抽屉里面去 这能爬吗 穿鞋子 他们准备 回家了 我们 就是楼上那一家 他的摩托车也放到我们这个院子里 这边有一个小门 直接可以进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 其实这是刚开始租房子的时候 房东跟我们说的 他说如果你们上面有人出租房子 如果他有摩托车 你们得让他放到你们院子里面 因为他们二楼这个楼梯口啊 这里太狭窄 根本就没有办法放摩托车 因为我们 一般情况下啊 就是 白天 或者晚上 有时候 只要 不 只要不在家里面啊 无论是白天晚上 哪怕是出去一分钟 然后我们就会把门锁 锁好 不锁不行 你看这个坐在这上面 赶紧来拿着他这个衣服 衣服 这个应该是个披肩 对 是个披肩 我 大九哥 偶尔叫 九哥 他们家人都在我们家 所以鞋子比较多 这个不下来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